改造后的植物有多可怕 他们不怕害虫 甚至还能吃掉对方 人类幼崽最喜欢这种食物 教学楼突然开始剧烈晃动 所有学生一拥而出 他们高喊着周二玉米卷 如同行驶走路一般冲向食堂 巴特已经吃了第六个 经营公司邀请西普森去参观 其实玛雅人早就对动植物激情杂交 科学家们也因此发了财 现在公司规模越做越大 秘书带他们见首席科学家 原来鲍伯在入狱期间 被拿来做实验 经过无数次变机测试 鲍伯自己也总结出实验报告 他从此改过自行 还带着丽莎做研究 把西红柿和土豆的DNA融合 就得出一个新的物种 名字叫西红薯枝 两人一起逛博物馆 通巧屋顶在施工 一些钢筋铁块不胜滑落 生死关头 鲍伯一个人庞下了所有 丽莎不理解 为什么他力气这么大 原来鲍伯不仅改造植物 也偷偷把自己的基因改造了 他来博物馆的目的 改造后的鲍伯无比强弹 他可以像蚂蚱一样弹跳 兄妹俩逃到水坝上 眼看就要死在鲍伯手里 幸好鲍伯夫妇及时赶到 马基带来一群饥渴的年轻人 机遇使他们变得暴躁 但依旧不是鲍伯的对手 他一口咬住雪霸 这时丽莎化身成圣母 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鲍伯受不了这种刺激 直接跳进湖水中 可他并没有死 因为鲍伯早就给自己弄了个塞 这个男人穿越到三维世界 竟意外掉进黑洞中 甚至又来到现实世界 讨厌的大姨要来家里做客 小黄和丽莎早已藏在衣柜里 宠物也藏在地毯下面 只有书柜后面还能躲一躲 但这里有一股奇异的磁场 大姨如约而至 首先发现的小黄和丽莎 他们在硫磺岛捡了些贝壳 让大家帮着清洗分类 眼看大姨朝书柜走来 大黄宁可钻进神秘的墙里 他竟从二维变成了三维 里面充满了科学公式 大黄被困在了三维空间 他能感受到身体变得膨胀 这里不仅有横轴和竖轴 还多了一个重坐标 突然一个圆锥体扎进他的菊花 大黄生气地把它扔了出去 没想到竟扎进地面 导致空间扭曲 与此同时 家人请来了医生和神父 可他们都帮不上忙 这时教授画出了物理示意图 表示大黄误闯进三维空间 他向大家讲解了二维和三维的区别 警长向三维里面开枪 可子弹全被黑洞吸收 大黄悔恨当初疏毒的太少 还差点掉进了洞里 只见空间开始逐渐坍坍 爷爷准备穿着潜水服去营救大黄 却被教授拦了下来 小黄不管三七二十一 捆着绳子就往里冲 他顺利进入到三维空间 但此时大黄却在空间的另一端 小黄爬上路标 事宜让老爸跳过来 即便那么远的距离 大黄也没个竖的跳 他不出所料的掉进洞里 身体也开始渐渐消失 小黄也差点掉下去 幸亏外面的人把他烂了回来 大黄竟闯进了现实世界 路人像看外星人一样看他 最后他走进了情趣蛋糕店 如果一百年不下雨 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消防栓开始喷火 乌龟被炸成只 售价五百元 在尿爱黄百万手中 任凭他肆意的挥霍 黄老板将举办一场饥饿游戏 民众洗澡却指恶魔之子是如何诞生的 一滴酒见到怀孕的黄妈 顺着消化道来到肚子里 黄妈回忆起生她的过程 这时小黄用鼻涕恶心妹妹 两人开始大打出手 小黄在超市闹翻了天 大黄警告他老实点 他刚准备买一张彩票 小黄就要往下跳 跳到半空中才发现 车子被警长推开 危急关头 大黄成功接下神兽 到手的大奖竟然没了 都怪这个不孝子 黄妈恨不得把他捏成球 中了大奖的莱妮请大家吃饭 突然水枪刺到了黄妈身上 黄妈不得不换上瘦小的礼服 晚宴上 莱妮送给美人一台扫地机器人 小黄偷偷潜入仓库 当莱妮打开门时 所有的扫地机器人倾巢而出 场面顿时乱成一团 黄妈的头发救了他一命 出动了全市的警察 才把机器人制服 警察打开仓库门 小黄闯了大祸 黄妈想跟儿子谈谈 不料瘦小的礼服当众裂开 他把小黄不准打游戏 还没收了手机 小黄觉得自己是投错了牌 突然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样的人出现 甚至还有个成年版的自己 他拿出和妻子的结婚照片 给小黄恶心坏了 原来对方是当地首富的儿子 他却不满现状 两人在厕所里互换了身份 小黄第一次体验富人的生活 家里带了堪比城堡 他的卧室就像博物馆 还有火山爆米花 甚至床都是赛车坐的 小黄够不及待跟豪斯分享 另一边 西蒙吃着连自家狗都不吃的食物 大黄表示不能浪费 吃的同时还不停说话 食物见到西蒙一声 丽莎觉察到小黄有点不正常 小黄把豪斯接到豪宅 这时同父异母的兄弟出现 他们痛恨弟弟和自己争夺家产 黄妈知道儿子没吃饭 专门为他做了披萨 西蒙感受到久违的关爱 对新家庭充满了希望 小黄参加派对 却被兄妹骗到一旁 关进了家族灵墓里 黄百万揪下小黄 提醒他小心滑雪和土豆中毒 另一边 小黄竟一反常态 认真听爷爷讲故事 丽莎一把将他揪到墙角 问他到底是谁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real part would have thrown me out the window 真小黄吓得想要离家出走 邪恶的姐姐告知他明天就去滑雪 小黄回想起黄百万的提醒 吓得魂都没了 西蒙跟辛普森一家讲了实情 大家一起去接小黄回家 在雪山顶 这个高度连老手都不敢轻易尝试 姐姐却已把将他推了下去 哥哥庆幸 以后就可以两人平分遗产 下一秒 姐姐拿出了毒土豆 丽莎率先发现小黄 丹黄奋不顾身地跳了下去 大黄很同情西蒙的处境 又得回到那冰冷无情的家庭 管家拿出一杯终极甜品 大黄看傻了眼 这个女人疯狂健身 经练成金刚芭比 甚至按着老公摩擦 马基晚上被暴徒打劫 从此患上了护外恐惧症 家人尝试了各种办法 都无法让他摆脱心魔 马基每天只能躲在地下室 他无意间发现健身器材 就试着举了两下 没想到练起来就停不下来 还练出了八块腹肌 马基发现汤里少了点柠檬 立即跑了出去 家人急得追得上去 健身就让马基克服了恐惧 他兴奋地在大街上狂奔 突然在转角时遇见了歹徒 正是他打劫了自己 剑撞了马基上去就是一拳 打得歹徒无法招架 街坊邻居都见识了马基的厉害 警察也为劫匪莫哀 从此马基更加疯狂锻炼 他来到沙滩健美区 碰巧遇见老邻居 对方拿出肋骨唇 他能让健身的人变得更强 马基毫不犹豫地干掉整瓶 巴特和丽莎赶不上校车 这时马基追了上去 竟徒手抬起校车 司机无比震惊 以为抽错烟了 晚上 装出的马基来到卧室 还没征求红莫同意 竟狠狠地按住他 看着眼前的金刚老婆 红莫只能默默地从了 第二天他感觉身体被掏空 破天换了给孩子们准备午餐 原来里面装的是钱 到了女子健美总决赛 全美的盟女齐聚一堂 巴特对女人彻底失去兴趣 有人徒手砸钢琴 马基用嘴拉大巴车 主持人宣布比赛结果 马基获得了亚军 这些悄悄话全被马基听见 他在酒馆里炫耀着战绩 从明天开始 马基要加大肋骨唇的剂量 虽然已经几个月没来大姨妈了 老毛就觉得他没女人味 这却惹怒了马基 体内的激素飙升 使得他无法控制自己 所有人都不是马基的对手 他彻底杀红了眼 红莫刚从厕所出来 又躲了进去 一群大力水手冲进来 下一秒去全军覆灭 酒馆里打得一片狼藉 马基把卡尔举到头顶 这时红莫叫住他 表示怀念以前温柔善良的妻子 他的一番话打动了马基 两人拍拍屁股离开 老毛子想挽回店里的损失 一把火烧了酒馆 等一会 你不要先买保险吗 糟糕